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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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 你要多学着点儿 俗话说 言多必诗 多嘴多舌乃是大计 你应该像老师一样 喂 小鬼 在老师讲课的时候不许睡觉 虽说老师我精于火宫之道 但火烛自古以来都是安全隐患 尤其是天干物燥的日子 附近要是再有个把毅然物件 总免不了会有那么一两次 从火苗演变为火灾 上回那次老师我的羽毛尖都被烧焦了 衣服都被烧焦了 洗了好几天才洗掉 唉 真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啊 唤醒我的代价 可是要用鲜血来支付哦 这一切 我是访犹大 横扫战场的血色风暴 我为战斗而生 为战斗而死 我的刀锋 所向披靡 对我下达命令吧 我会为你 献上绝对的胜利 代价 当然 是用你的鲜血来支付 从你身上 我嗅到些熟悉的味道 难道你与我的哪位同类 是旧石吗 这还真是稀奇 吸血鬼 注定永世孤独 但偶尔有个能交谈的对象也不坏 和我谈谈你的那位旧石吧 我 想知道你们的故事 是 草莓味 石榴味 山楂味 西瓜味 樱桃味 最近的番茄汁 还真是品种繁多 不 胡萝卜味的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嗯 为什么一定要是番茄汁 当然是因为 它的颜色和口感最散鲜血 不 不是的 只是有些腻了偶尔换个口味而已 我可是冷酷无情的吸血鬼 怎么可能喜欢番茄汁 世间万物 都不可能摆脱我 我的名字是小月震魂哥 我是来自幽影的死神 深渊的引路人 我将暗夜与死亡 撒播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我的镰刀是生命的修指符 我的声音是万物的震魂哥 一切灵魂都将在我面前消弥殆尽 人类 我将是你的终点 将是你的终点 无知的人类 竟然将我召唤至此 是迫不及待 要拥抱永久的黑暗了吗 哼 好吧 作为仁慈的处行人 我许诺赐于你安稳的永年 人类 如果你继续摸我的羽毛 可能将要体会到 不是那么安稳的死亡 都输了住手 好 奇怪 为什么那个人类 总是缺乏对我应有的敬畏 不但不怕我 反而放肆地靠近我 甚至胆敢触碰我的羽毛 好 到底怎么做 才能让人类 沉浮于死神的黑袍之下 眼神在冰冷些 表情在严肃些 像这样 嗯 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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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侠 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啊 我是苍玄之书 从上古时代的神舟流传至今的神兵利器 就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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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详细点 好麻烦啊 我能弄火舞兵 引雷直剑 但能不能引出我真正的力量 还是要看少侠你的修为 所以 现在我能回去睡觉了吗 啊 啊 这种小阵仗还需要我亲自出马 唉 这一届江湖可不太行啊 嗯 原来一拳结束战斗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吗 啊 没什么 虽然很麻烦 不过 不过既然是少侠你的请求 啊 那我也就打起精神来努力一回吧 啊 那个鱼木脑袋说 比起那个把我制造出来的人 我更像他的妹妹 真是的 也不想想是谁的错 要不是因为那个鱼木脑袋又不善言辞又不会照顾自己 除了战斗什么都不会 我至于这么辛苦吗 唉 不过 偶尔也会怀念起那段时光了 还不出动 我都快要生锈了 科学禁术目录的零号作品 天才的天才之作 禁忌之门的钥匙 这就是我 Tesla Zero 当然 你也可以和未来一样 用小特这个名字来称呼我 我并不介意 我介意的只是你的蓝伞 开船的 那些准备让我砸个稀巴烂的敌人现在在哪儿 我再说最后一次 我头上的这个不是什么红抹耳朵 是天线 用来接收信号的天线 不要总是想着摸它 你 开船呢 这是最后通牒 不准再靠近 你 还挺舒服的 这次就放过你好了 就 就只有这一次而已 不过是个开船呢 少给我得寸进尺 再回到修伯利安以后 我常常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熟悉这里的一切 每一件设备 每一个房间 每一个人 但现在 他们却都还远没有变成 那个我所熟悉的样子 算命的 开船的 还有 他们也都是一样 不过 这样倒也没什么不好的 您在呼唤我吗 贝拉 听候您的吩咐 我叫贝拉 您忠实的伙伴 我会为您扫出一切障碍 只要是您的吩咐 无论坚南险阻 我都会为您完成 您说我和贝拉乐斯很像 嗯 只是隐约觉得 比起那只崩坏兽的名字 我更希望被这么称呼 但如果您希望 叫我贝拉乐斯 也没有关系 对了 对了 说起这个 您知道那位叫做 凯亚娜卡斯兰娜的女孩吗 我总是在她身上 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气息 让我无法抑制 想要保护她的心情 可她 明明是一个律者 是我理因相灭的对象 为什么我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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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审判几崩坏兽 制造出来的武装人偶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虽然大家并不在意 但我还是很介怀 我和大家不一样 寄宿在我体内的力量 是人类的敌人 这样的我 真的能作为人类的伙伴而存在吗 我不知道 我很困惑 为什么我会被创造出来 碰坏不是应该被消灭吗 我 应该被消灭了 紧记 请可捕捉 我是弱水 曾是众多薰原剑其中的一把 我能操控水流 为你扫平前方一切的障碍 你对我的武学有兴趣吗 不过是些雕虫小技罢了 和那个人相比 我还差得远呢 你知不知道我吗 你认识吗 我的意思是 你认识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吗 对不起,问了很奇怪的问题,这幅面容总让我觉得很熟悉,是在哪里见过了,如果你哪天见到了和我很像的人,一定要告诉我,真想见他一面呢 白天和之前一样,练习了体术与剑术,晚餐也和昨天一样,是自己煮的云吞面,只是不知为何,每次煮云吞面时,总会不自觉地多煮一碗 唉,算了,下次一定要记得,一碗就够了 啊,要带西灵出门吗? 呃,要带西灵出门吗? 呃,我叫西灵哦 空之律者? 那是什么? 细琳不知道什么是空之律者 细琳就是细琳呀 对了 你见到过细琳的妈妈吗 细琳好想见妈妈 细琳很坚强 想妈妈了也不会哭 跌倒了也会自己爬起来 妈妈说 这样就能交到很多朋友 你愿意做细琳的朋友吗 细琳很怕一个人待着 你能多陪陪细琳吗 如果细琳好好听话 你能摸摸细琳的头吗 妈妈以前都会这么做的 细琳的妈妈 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能带细琳去找她吗 细琳 很想她 细琳有时候 会做一些很可怕的梦 梦里很黑 很冷 很孤独 细琳喜欢吃蛋糕 也喜欢吃冰淇淋 但妈妈说 吃了会蛀牙 所以细琳 会好好忍住的 每次过生日的时候 妈妈都会把细琳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一起去公园玩 细琳最喜欢被妈妈抱着了 妈妈的怀抱 总是很温暖 很安心 心灵 很幸福 说吧 又是什么新工作 我叫克莱茵 是梅比乌斯博士的助手 如果你需要找梅比乌斯博士 请坐在那边的椅子上等待 她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什么 你是来找我的 可是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 好吧 把材料放在那边吧 嗯 居然不是要我帮忙完成工作吗 真意外 虽然我已经问过了很多次 但果然还是有一些不放心 这个地方 真的不用加班 不用完成别人委托的工作 甚至 可以对别人的需求说不吗 我 从没有想象过像这样的生活 这里 是天堂吗 今日往事乐土日常巡护工作完毕 无报错指示 新的工作 我很喜欢 但是我也很喜欢 以前和博士一起工作的日子 要是 能够在这里和博士一起完成研究 算了 陈明渝不可能发生的假设 是没有价值的 对 そうですね 我樊大丈夫 如果想象 unm 살�不满 因为我离开 وم来 我新闻 到了 它 你也 хот欸 你的 Relax 炒 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